靠着招获第一桶金,才变成。 短片虽不如长片有市场,但往往更具心意。 为打造高雄成为短片基地,高雄市电影馆的高雄拍将入计划,光邀人才到高雄拍短片,不限题材,鼓励原创,加上地方协拍,高雄电影节的资源与国际交流, 让成立第六年的高雄拍与获国内外电影奖肯定,建立起台湾短片的特殊品牌。 经由高雄拍,程伟豪、黄信尧、徐汉强等导演站上进军大荧幕的跳板,已有电影导演资历的赵德印,音量也多了放感磨练的空间。 去年获奖连连的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改编自短片《大佛》,谈到从短片发展成长片的过程,导演黄信尧直言,当年短片《大佛》因入选高雄拍短片计划,才让他有拍片的第一桶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